看一下一样 请各位建立一个专案 3-4-2 然后呢在这边一样按右键 建立一个所谓的类别 类别名称也是一样 跟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专案名称一样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 我是把它放大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请各位 这个按照上面来来稍微做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 printlite之后的话这边特别注意 这个print 出去之后呢我把这个地方稍微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稍微拉过来一点点 执行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里啊 第1个 前面的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自串的这个部分 然后后面的部分呢就是把 这一个 你会发现加有没有 这个加实际上就是把 这个自串它是个自串的 把后跟后面这个加后面的这一个-7把它串接在一起中间就是一个 串接的一个符号 第2个的话呢就是乘 你会发现 这边一样是一个自串 自串 加后面的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那5 这个什么 乘 6 结果应该多少 5、6 30 那30的话呢 你把它串接在一起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等于后面有没有 就是30 那也就是说呢他把自串 跟后面的 计算的结果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个其实就是计算的部分实际在是这个地方 5乘6 把它串接 输出的话就是30 那再来的话底下也是 底下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你要除法 除法的话呢 就是 除法的运算 这两个是 这个double 就是小数点 那 7 除以2 你知道吗 一除之后就3.5 3.5 结果呢 这个加是串接符号 那串接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3.5 他会把结果 传到这边来 OK 那再来的话这个什么符号 百分比 7 百分比2 结果是多少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求余数 求余数 也就是说7 7除以2的余数 7除以2的余数 因为一定除不进嘛 所以比如说余1嘛 对不对 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说 1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余数的运算 那这个地方也还蛮充用到的 在那个 以前VB里面是叫做MOD MOD MOD 就是求余数的意思 好 那再来的话加法加法 我想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4加 3 7嘛 7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虽然有刮糊起来 实际上刮糊之后的结果 他会把 加的结果放在这里 4加 3等于7 那4减3很简单的意义 这个应该不用讲 OK 再来的话呢 是有关于自串的串 自串的串接 那自串串接 这个部分我先宣告 我刚刚讲过那个 Trim是一个 参考的 那是